七招式告别酸痛 第五招跟背痛说拜拜 一 训练柔软度和肌肉耐力 运动最好一天三次 每次十分钟 每个动作要慢慢伸展身体到有点紧绷后 停十秒 再慢慢回到原位 休息十秒 每个方向重复五到十次 运动时肩膀要放松 缩下巴 正常呼吸 不要憋气 二 颈部侧边伸展 坐在有靠背的椅子 一手拉住椅背 对侧手将头往反向拉 例如用右手抓住椅背 左手把头往左边拉到感到有点紧 停留十秒钟 休息十秒 再重做一次 重复十次 三 颈部后侧伸展 坐在有靠背的椅子 双手抱头往前 往下 按到打感觉整个颈 肩 背颈 维持十秒钟后 休息十秒 重复十次 四 肩膀往前往后旋转 将双肩往前方旋转 再往后旋转 可让肩膀后缩 舒展紧绷的肩背部 五 肩胛肌肌力训练 两手抓住弹力带两端 一脚踩住 将两手肘往后方前拉 若无弹力带 可踩站姿 手肘弯曲 微微往身体后方伸展 感觉两个肩胛骨往内靠 这对长期用电脑极容易弯腰驼背者 也有改善背痛的效果 六 墙脚运动 找一处墙壁的夹脚 将两只手的前手肘分别平贴在两个墙壁 脚踩一前一后弓箭步 用脚来带动动作 感觉肩关节与前胸伸展 七 顶天地地肩胛骨运动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一手往上推往天空 一手往下推向地面 可以活动肩胛骨及整个背部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好心肝基金会 全民健康基金会关心您